工会史上最大黑帮 第六 大家好,我是银娟 欢迎来到银娟频道 下文元创古源来自微信公众号古老板 古源这篇一万五千字的长文章 深刻完整的揭示了 工会是史上最大黑帮 文章总共分九小节 今天我们来分享文章的第六节 美国的左右派工会 美国工会分两种 一种是属于左派的工厂工会 一种是属于右派的行业工会 曹德旺在美国经历的叫工厂工会 这种工会其实在美国不怎么受待见 因为这是欧洲工人运动的石的产物 带着深深的马克思的烙印 而美国在五十年代 麦肯锡主义盛行时 一度将这些打成共产分子 甚至抓了不少人 因为这类的工会 早期目的不是提升工资 而是要消灭资本家 他们是归属于美国的左派阵营 美国的白左门有一个特点 就是比较蠢 因为工厂工会是很难达成 什么提升工资的目的的 只要企业主不停的招聘人 实在被你搞怕了 那就关厂再见一个 工厂工会成员只能傻眼 甚至导致工会成员内部互相埋怨 你说能提升工资 现在工厂都关门了 我都失业了 你提升哪门子的工资 所以美国工厂工会的会员数量 其实是一直在降低的 因为人们发现没什么用 无法提升收入 反而最后搞到自己失业 美国还有一种工会 他们是隶属于右派的 右派的特点是比较坏 他们也搞工会 但他们的工会可不是源自于欧洲共运 而是源于欧洲古老的行会 行会是个什么东东 就是一群行业里的人共同组织起来 维护行业工资水平的提升 在欧洲中世纪有很多行会 这些行会经常与权力构结 拥有就业垄断权 亨利二世在授予卢昂制格降行会的 特许状中宣布 除内部成员外 任何人不得在该内 从事制格行业 根据切斯特17世纪的习惯法 一个人若想在室内从事某个行业 必须是市民还要是工会成员 垄断一词的来源 其实是来源于这种经营形式 叫做通过权力的特许独家经营 工会就是垄断的起源 这种形式的工会被美国很好地继承过来 右派其实就是封建保守势力的代表 他们搞种族歧视 不许妇女堕胎等这些政策 就是他们喜欢干预强制他人的表现 所以今天美国最大的工会 其实是这类的右派工会 比如搞死通用汽车公司的 是美国汽车工人联合会 而不是通用公司的公司工会 我将全行业的工人全部联合起来 你要再招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吧 毕竟隔行如隔山 总是很多工种 是特殊工种 你在行业外是招不到人的 这些人怎么对付通用呢 他们可不只是谈工资 他们要谈通用你不能关厂 你不能到墨西哥去开厂 你开厂要招多少人 我们得商量 最近美国钢厂要卖给日本企业 但工会说 我不同意 你得卖给另一家美国企业 那家企业报价低了一半 拜登和川普纷纷发声表示支持 并且会通过行政机关 阻止这次交易 这家美国钢厂的股东 将因此损失几十亿美元 工会已经不是个简单的协商工资的组织 而是要控制企业的一切 目的是保证工人们是处于垄断地位的 不能让新增的劳动力来抢我的饭碗 我面对的竞争上工资可不就更高了吗 右派的行业工会比左派的企业工会要聪明一点点 可是也没聪明到哪去 毕竟全球化的今天资本是涨了脚的 最终你是绑不住的 工会就是这样活生生的把美国五大湖工业区搞成铁锈带 当年川普能赢下五大湖选区 就是因为他做了几项承诺 第一承诺将制造业企业逼回美国 第二是坚强阻止外来劳工和他们竞争 在川普第二次选举时 还下定紧缩外国留学生工作签证 以确保美国本地人的就业垄断地位 有人说美国工会这么牛逼 那为什么很多产业还很好呢 因为能留下来的厂业 大多数工会搞不定他们 比如高科技业和金融行业 我就一个写字楼和一堆电脑上的代码 逼急了老子把写字楼退了 把代码一复制再开一家公司 你能拿我怎么办 制造业工厂就不是那么容易搬走的 所以美国的科技业金融业依然很发达 当然美国也有达成目的的右派工会 那就是搬不走的服务业 比如医生工会 医生的标准允许多少医生进入到这个领域来 那是由医生工会说了算的 那我只要把持住这个入口供小于求 那我的收入不就节节上升了吗 他们做到了 美国是一个人均医生数量极少 医生收入极高的地方 这也是美国医疗费用全球最高的原因之一 美国的行业工会搞出来很多奇葩的规定 比如规定理发师必须有上千小时的学习时间 必须经过复杂的考试 还有行业试用期才能成为一个理发师 而这帮学了上千小时的理发师 却是世界上最差的理发师 他们大多只会按几号头的规格来进行理发 收费昂贵但水平低率 还有就是要学习三千个小时才能上岗的油漆工 妈呀刷三千个小时都能画油画了 还刷个毛线的油漆 但这些规则都被法律化 也就是得到了暴力的支持 你要是不达标 你去做那是违法的 也就是说行业工会也是采取的暴力手段 用暴力强行禁止他人进入 美其名曰 行业准入是为了用户的消费体验 其实背后就是要搞暴力垄断收入 这帮人就是狗杂种 收入是上去了 但是是以禁止别的劳动者进入为代价的 他们倒是比左派工会看得更清楚 只有全面禁止其他工人进入 他们才能提升工资 他们知道是其他工人的低报价 才让他们的收入无法提升 我们下期就聊聊工会是怎么开展罢工活动的 下期见 拜拜